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等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76集 医生都说治不了,那欢欢是救不活了? 刘芳眼前一黑,身体没有一点支撑力,拉着梁炳安一起往地上跪 医生皱着眉头看着俩细睛,两人身上臭烘烘的,刘芳头发上还沾满烂菜叶 医生倒退了两步,屏住呼吸 你们两个赶紧把人领走 欢欢 梁炳安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 医院太没有人情味了,他们才刚刚逝去女儿啊 医生拿着剪刀走了,刘芳哭着拍打地面 他的宝贝女儿啊,还不满17岁啊 梁炳安到底是男人,多了几分刚性 硬是勉强自己站起来往急救室走 刘芳也想起来没见梁欢最后一面 两个人一起冲进急救室 却见护士在收拾东西 梁欢闭着眼躺在床上,眼睛还半睁着 似乎还有一口气在 医生,我女儿还活着啊 那你们继续抢救我,钱我有,多少钱我都出 梁炳安情绪激动,护士的眼神好像在看大傻逼 有钱没地儿花来消遣医院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要去你们单位,反映一下情况 护士说着,就很生气地掀开被子 梁欢的衣服被从领口处剪开 一直到锁谷那里,消毒纱布清理过了 哪里有半点伤口 梁炳安觉得眼睛花 夏小兰明明是刺了梁欢一刀 血就慢慢流啊,把梁欢的上衣都打湿了 护士扔过来一个塑料袋 上面还沾满了血迹 把血袋装了鸡血,藏衣服里用刀戳破 很好玩是吧 护士特别生气 医者父母心,刚开始抢着替梁欢清理 剪开衣服一看 根本找不到伤口 倒找到一个还残留着血迹的塑料袋 口袋上一个小窟窿 梁欢满身的血就是从袋子里流出来的 医生生气 护士也闹心 都没扎到肉 一副特别虚弱的样子给谁看呢 让他们白担心 医生说这病他治不了也不是说假话 他又不是精神科的医生 脑子的毛病真不归他管 刘方还愣着 刘方还愣着 没受伤 没受伤 他家欢欢咋会这样 刘方摸了摸梁欢脖子 确实没伤口 护士懒得搭了一家人 端着盘子出去 梁炳安已经是想明白了 夏小兰耍了他们一家人 连梁欢也不知道 被刺破的是血袋子 梁欢被吓住 当父母的关心责乱 哪里还记得要查看梁欢的伤口 来医院的路上 刘方抱着梁欢在汽车后坐 用手按住伤口 竟也没发现塑料袋 还没见到夏小兰 就一直在跟着她的节奏走 进门先被泼烧水 来不及找夏小兰算账 就因为女儿在夏小兰手里 梁口子不得不低声下气求饶 那时候夏小兰肯定在得意 把他们一家三口耍得团团转 梁炳安都不相信 这是个初中学历的农村丫头 她却是国家干部 简直太丢人 梁炳安没有被人真打脸 却觉得脸颊火辣辣的 有愤怒有羞愧 各种情绪掺杂在一起 让梁炳安不知道该说啥 刘芳快把梁欢身上给摸遍 真的没有伤口 梁欢半睁着眼睛叫了声妈 委屈的眼泪根本止不住 刚才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哪知道医生把衣服剪开 却说没有伤口 把血带拽出来 护士问梁欢 疼不疼自己都没感觉吗 梁欢羞得抬不起头 她当时吓都吓死了 就以为那刀是真的扎进肉里 今天的经历 对梁欢来说 绝对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天 难堪 气氛和委屈 还有丢脸 各种情绪让梁欢 现在只想把自己藏起来 不行 一定要叫她爸妈给报仇 妈 她把我关在黑屋子里 不给我饭吃 不让我上厕所 你们怎么才来救我呀 咳咳咳咳 梁欢当时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白天时候 楼上没多少人在家 等住在楼上的工人们回家 梁欢的嗓子都叫哑了 再也叫不出声音 老房子没啥窗户 隔音效果好 梁欢今天可是倒了大霉 刘芳气得发抖 那是我外甥女儿 那就是个女流氓 咋这么对自己的表妹呢 刘芳想到自己的好心 被人当成驴肝肺 梁欢长这么大 家里都舍不得动一根手指的 今天却被夏小兰折磨一天 刘芳搂着梁欢哄着 妈一定帮你收拾她 老梁 你说句话呀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带人来抓夏小兰 关到牢里去 看夏小兰还使不使坏 梁炳安沉默 她用啥手段收拾夏小兰呢 她可不是樊振川呢 没有在河东县说一不二的本事 要让河东县的派出所来抓人 樊振川肯定马上就知道 梁炳安现在一点都不想 樊振川和夏小兰接触 夏小兰闹了这么一场 就是想告诉她 真要嫁给樊振川 她会让梁家鸡飞狗跳 永无宁日 把恨死梁家的夏小兰嫁过去 这种事梁炳安才不会干 现在咋反对呢 那死丫头直接跑掉 不要回来才行 梁炳安恨得牙痒痒 今天丢的面子捡不回来 她也顾不上捡 夏小兰这样的人 简直太可怕 老天爷不仅给她好看的样子 还让她有了脑子 这两样还不够 她还有执行力 瞧那气焰多么嚣张啊 恨不得把天烧一个窟窿 先带梁欢回去吧 你也要回去一起收拾收拾 这件事 回何东仙再说吧 梁欢虽然没受伤 到底也用了医院的器械 止血纱布和消毒的药水 离开前还要结账 他们一家人今天丢脸很厉害 医院收费处都知道了 梁炳安掏钱才想起来 自己手提包还扔在夏小兰家院子里 里面可装了整整一万块啊 最后还是梁欢身上掏出钱结账的 梁欢的钱是刘芳和梁炳安分别给的 梁欢去蓝凤凰花了点 也还剩一百多 这时候也顾不上追究梁欢身上 咋带着这么多钱 一家人顶着异样的眼光 脚费出院 梁炳安原本想讨回那一万块 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 现在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夏小兰要是嫁到凡家 她该怎么办 不嫁凡家的话 梁炳安也挺麻烦 宝媒的是刘芳 夏小兰跑得不见人 樊振川的面子往哪里放 到时候找不到夏小兰 只会迁怒梁家 梁炳安是进退两难 她狠狠捶了一下方向盘 不嫁樊振川 夏小兰还能嫁给谁呢 说她脑子聪明 大事上又偏偏糊涂 那个穷当兵的 哪有樊振川厉害呀 这种草争的 并非许东西 倒是 最后 平坡 彼 并非许东西 。